武教权结果遭到了塔利班公然射杀 奇迹生还的他不但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联合国还把他的生日定为马拉拉日 而马拉拉用手中的一支笔改变了世界 来听郝广才说故事 大家好 我是郝广才 今天我要谈一个小女生 怎样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在电影里面 都会有奇迹 就是好人怎样都打不死 坏人再厉害都打不死他 可是真实的世界有这样的奇迹吗 有的就是少女马拉拉 最近最年轻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马拉拉 他为什么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 其实要从2007年1月2号开始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了直升机军队塔利班游击队 为什么他会梦见这个呢 原来是这样 原来他的这个地区呢 是塔利班占领的 塔利班游击分子占领 占领以后塔利班做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把所有学校 女生的学校都关闭 所以不准女生去上学 因为在他们的教义里面呢 女生是不可以认识字的 因为一认识字就有力量了 这个就麻烦了 好 所以就不准上学 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 这个巴基斯坦政府军呢 把这个地区夺回来 所以学校又开放 可是学校开放呢 问题在哪里 塔利班恐怖分子就开始 进行一个恐怖的政策 就是说谁敢让自己的女儿去上学 他们就要杀掉他 所以呢 很多女生呢 不敢去上学 那呢 马拉拉呢 很想去上学 这个时候呢 他就在第二天呢 把自己的心声 想要上学的那个愿望 写出来 写在哪里呢 放在BBC的部落格上 那用假的名字哦 他不敢用真名 因为怕塔利班分子会对他不利 结果就用假的名字 可是他文章写得非常好 所以就鼓舞了非常多人 而且他自己呢 虽然做了噩梦 他还是勇敢去上学 所以呢 很多女生呢 就受到他的鼓励呢 就大胆地去上学 那塔利班这个政策就 这个怎么样 恐怖行为就起不了嚇阻的作用 而且呢 马拉拉因为文章写得特别好 还有人请他去演讲 或者去推广 哇 这一下他的身份曝光了 所以有一天呢 塔利班分子决定刺杀他 在上学途中呢 就有一个男生上了校车说 谁是巫苏扎夫 就是他的姓 当然所有的女同学都不敢讲 对不对 但是人有一个本能 他坐他旁边的女同学 就本能地回头看了他一眼 糟糕 一下就知道是他了 所以恐怖分子对他的头部 碰 开了一枪 结果本来这样是死定了 因为子弹从头部进去 结果呢 尿在哪里 子弹从头部进去 穿过他的颈部 居然卡住他的肩膀 如果穿呢 他就死了 结果呢 紧急送医 花了一整个晚上的手术 把子弹拿出来 他保住了一命 后来呢 再送到英国去做复健 做各种手术 可是呢 他有没有因为这样就退却 没有 他继续写文章 继续鼓励大家一定要去上学 争取呢 这个阅读跟受教育的权利 所以呢 虽然他受到这样的冲击 反而让他的力量越大 时代杂志啊 各个地方都选为 他会最重要的英雄人物 然后呢 他也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 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呢 就把他的生日7月12号 定为呢 马拉拉日 所以呢 他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 非常感人 他说呢 怎样改变一个世界 就是什么 一支笔 一本书 一个学生 一个老师 就能改变世界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在家里没有一支笔 一本书 一个父母 一个孩子嘛 有的 只要你花力气在孩子身上 他就是改变世界的动力 那其实每一个这样的孩子 你问马拉拉这样的孩子 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他们没有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都感觉自己 不过是个普通的孩子 就是有一个普通的愿望 其实使命感越强的人 对于自我呢 越不会感觉自己是不平凡的 他反而感觉自己这个平凡的力量 应该受到尊重 应该跟大家一样 那我们也发现 有这样使命感的孩子 其实怎样 在人生的旅程上 通常不会受到太大的挫折 因为他那个使命 比他受到的挫折重要的多 每一个挫折都会让他怎样 力量更大 可以克服人生所有的困难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是说 你家里也有一本书 一定也有一支笔 现在就看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把你的孩子看成是 未来的体积